而在台东的空情队26号的一早是接获了电话 表示有一名疑似未溃疡的山友发作 在高雄以及台东的交界的拉库英西山屋带员 空情队接获通报之后 立即是启动了编号NA709号直升机 前往现场进行救援的任务 成功的将山友救下山 并且送往了医院来治疗 特殊人员扶着疑似未溃疡发作的山友 缓慢地步上直升机准备接他下山治疗 本日清晨6点10分左右 空情队台东风宁机场驻地行务第三大队第三队 接获了请务中心电话 表示一名山友与同行的人员 25日从台东向阳入山后 经库拉英西要往大水窟山方向前进 但在途中陈姓山友突然急剧胃痛 目前正在高雄桃园区临近花莲与台东交界的 拉库英西山屋带员 而空情队接获通报后 立即启动编号NA709号的直升机 执行救援任务 并在早上7点10分时抵达目标区 并将69岁的陈姓山友载运下山 送往台东马街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 平安完成本次的任务 记者陈姬林台东综合报导 有什么情况? 好 谢谢大家